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0的春运形式和工作安排 2020年春运将从1月10日开始 2月18日结束 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约30亿人次 比上年略有增长 交通运输部在发布会上表示 将优化运输组织加大运力供给 会同民航局国家铁路集团 疏离发布302对直通临时列车 157.5对夜间临时动车 10点4万个 23点后到达会起飞的航班信息 137班重点水运水路客运夜间班期 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4.4亿人次 同比增长8% 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到7900万人次 同比增长8.4% 创历史新高 截至1月8日 民航主管部门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 春运期间申请的加班 共计17600班 其中国内马上港澳台是14656班 港澳台航线是804班 国际航线是2140班 近几年春运客运总量维持近30亿人次 可以说春运是一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相关各部门均表示 将全力做好运力组织和应急保障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顺利回家过年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